走近地檢署 上市建商 润容建設董事長蔡聰斌 涉嫌把旅館用地變豪宅 還有名為建設實際負責人王文宏 前年遭檢調大動作約談 5號被一炸機取材 等罪起訴 爆出問題的 是位在新北市新店碧潭旁的國賓大院 建商名知是旅館用地 卻主打戶戶和溫泉 包裝成蓋在旅館區的豪宅 也有門牌都合法 等話術銷售 甚至還官商勾結 公務局共三名計事涉案 遭徒利等罪起訴 建照而曝光 他們投動手腳 原本寫不得分出售的部分 既是變更為除了原核准88戶外 不得再行辦理分戶 等於是利用文字遊戲 技術性變更 讓建案可以賣 飯店宅非常的紅火 主要原因是因為大家享受服務 銷售人員這個明顯明確的詢問這個登記用品 契約上通常會民載土地做這個房子坐落的土地使用分區 今天大臉查出國賓大院賣出約40戶 不法獲利高達20.1億 如果再加上沒賣出了48戶 估計土地建商超過40.5億 最主要還是住戶權益 可能受損 建築物的使用如果不符合使用分區規則的話 政府機關除了可以強制拆除回復原狀壞 可以連續處罰每次罪重30萬元的罰還 對此 日農建設也發重訊 尚未接到起訴資料 將依法配合調查 只是建商沒有依照用地用途 已經對都市計畫造成破壞 靜新文章說 國賣賣無論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